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还提到针对武汉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 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提高处理极难显重任务能力 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 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海外媒体评论说 习近平1月28日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时 曾经表示 武汉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不过 中共中央成立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 却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且新增病例持续攀升 人们普遍质疑习近平领导抗击疫情的能力 华春莹说漏嘴 1月3日即通报美方 国人却被蒙 中国外交部周一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华春莹火气十足 在记者就美方表示中方拒绝美国提供的帮助提问时 华春莹指责美国政府迄今为止 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 但是中方是怎么做的呢 华春莹称 中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 两国疫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这条消息引发网民愤怒的是 本次武汉肺炎越演越烈 形成全国性恐慌 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众知情太晚 当局一开始不但没有及时向社会通报疫情 反而打压八名感言的医生 勒令一些医生签下类似毁过书之类的文件 据法广报道 星期一许多中国人第一次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嘴里 听到了自1月3日起就是当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 还蒙在鼓里的时候 中方已经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 一共通报30次 而一般中国人知道事态大约是中南山院士1月20日 透出武汉肺炎人传人的信息之后 但是湖北和武汉当局领导人1月21日还在团败观看文艺演出 武汉人乃至全中国直到武汉23日被封城后才万分惊恐 也就是说直到武汉疫情彻底失控之后 目前公认的最早发现疫情的时间是12月8日 即使北京当局如果能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疫情的时候 向本国大众通报 疫情也不至于蔓延到后来的地步 武汉市也不至于在23日深夜突然宣布封城 造成众人措手不及 人人恐慌的结果 有网民议论 1月3日就告诉美国人了 却没有告诉我们湖北人 如果不是官方亲口宣布 真不敢相信呢 另有网民评论 中国官方称 元月初起向美国通报中国疫情30次犯重怒 一边捉拿公布病毒真实信息的医生 不告诉民众实情 一边向美国不停通报 整整隐瞒民众关键点20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视民众为草芥除狗 公民记者陈秋实评论 外交部说漏了吧 从上到下全都知情 唯独隐瞒中国人 这是有多恨中国人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华春莹拿这个例子的目的 其实是想要说明美方不够意思 从华春莹发言来看 中方指责美国的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疫情做出特别反应 采取过度应对措施 显然与世卫组织建议背道而驰 为预防疫情临近中国的俄罗斯近日封锁了4250公里的俄中边境 切断两国铁路线 限制航班 限制中国游客 终止对中国劳工发放签证 更有甚者 俄罗斯总理周一宣布 将采取把俄国境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驱逐出境的严厉措施 这一措施也被视为是针对中国人而来 俄罗斯此举有网民评论 封城驱逐外国人 也就只有集权的强人才能做出这种反人道措施 但是中方对此极端措施不值一语 美国实验性抗病毒药建校向中国公开配方 美国境内首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出现在西雅图 医疗团队记录这名男子的治疗过程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指这名病患住院后 接受未经当局和可的实验性抗病毒药物治疗 发病12天后 健康情况已好转 据星岛日报引述中国科学报报道 中国三日起对美方采用的此实验型药物 进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临床实验 经美国总统川普特别批准 美国公共安全卫生部门同意豁免这款药物专利 向中国紧急公开药物分子结构至4月27日 这位有武汉旅游时的35岁男子于1月15日返回美国后 19日到西雅图市交的普罗维登斯医疗中心治疗 当时他已经咳嗽4天 有轻微发烧 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21日宣布此为境内首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病人住院第8天后身体状况已经逐渐改善 医疗团队记录这名男子的治疗过程 发表于1月31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普罗维登斯医疗中心的医生库克对西雅图 科莫新闻电台表示 这篇论文相当学术性 但带给大众的讯息是 医生成功治愈了美国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案例 论文指出 这名男子在确诊后第4天 尽管症状轻微 体内的病毒指数高 到了住院第7与第8天 生病第11与第12天 男子体内的病毒指数降低 身体呈现良好状态 论文提到 医疗中心在男子住院的第7天 采用实验性的抗病毒药物 瑞德西伟提供这款新药的吉德利科学公司 1月31日曾发布新闻稿指出 瑞德西伟在全球并非批准或合可的药物疗法 也尚未证实其安全或有效 在医生的要求与当地主管机关的支持下 提供瑞德西伟给新型冠状病毒的少数病例 紧急使用 吉利德科学强调 目前没有相关资料显示 瑞德西伟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不过瑞德西伟对动物体内与体外的实验 显示能对抗中东呼吸综合症和SARS病毒病原体 这两种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在结构上有相似性 美国有11宗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案例 瑞德西伟也被用来治疗爱博拉病毒 中国科学报报道 中国昨天对美方采用的瑞德西伟进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临床实验 据报中方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启动第三期临床实验 采随机双芒安慰剂对照实验 将由轻中度患者投入实验 总样本270例 预期4月27日结束 旨在确定使用瑞德西伟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对于跳过既有程序紧急启动第三期临床实验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泰生表示 如果是经过国家相关管理部门批准 经过伦理委员会审核 在一定范围内做是可以的 李泰生指出 这款药物针对埃布拉病毒的细胞实验有效 具临床安全性 但目前瑞德西伟实验属于新药研究 要考虑存在的风险性 美国相关报道仅是个案 不能做大规模推广 另一方面 泰国的医生则于周日表示 他们结合抗流感与艾滋病毒药物 治疗武汉肺炎重症患者 初步结果显示 病患在治疗后48小时 病情大幅改善 继续看下面的消息 军车调运200吨物资 共武汉超市 驻湖北解放军 二日成立的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 三日执行首次支援运输保障任务 出动50台军用卡车 从武汉市各大配送中心 调运共200余吨生活物资 至武汉三镇 供应各大超市以缓解武汉市民生活压力 据明报引述中通社报道 该运力支援队是经中央军委批准 根据中部战区命令临时抽足组成 共130辆军用卡车 260多名官兵人员及车辆主要从空降兵军 空军武汉基地 陆军勤务学院训练基地等驻军部队 和军事院效忠抽调 支援任务将持续到武汉市疫情防控结束 武汉中白超市武汉花山店值班经理雄壮表示 驻俄部队支援队明显缓解压力 他说该店相当于周边一带的主要供应点 蔬菜水果粮食等全部都有他们在保障供应 一名支援队官兵说 能够切身的为驻地民众解决实际困难 出一份力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习近平在上月30日做出指示 要求全军文令而动 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 2月2日 解放军空军已出动8架大型运输机 分别从沈阳、兰州、广州、南京起飞 向武汉紧急空运军方医疗队队员和58吨物资 同日军队也接管了武汉火神山医院 昨天起正式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 来自军方不同医疗单位 共1400名医护人员进驻火神山 好我们继续跟踪下面的报道 世卫跟谷歌合作 过滤病毒相关报道 世卫组织正在与谷歌合作 以确保人们在搜索有关病毒的信息时 首先从联合国卫生机构获得事实 推特、Facebook、腾讯和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 也已采取措施 限制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在周一召开的 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如是说 去年12月下旬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市开始 现在已经扩展到23个国家和地区 他说为此我们与谷歌合作 确保人们在搜索冠状病毒信息结果时 在顶部看到世卫组织信息 自疫情爆发以来 有关该病毒的许多误导性声明和恶作剂 已经在网上流传 它们包括虚假的阴谋论 即病毒是在实验室中产生的 并且疫苗已经被制造出来 夸大生病和死亡人数 并声称假药有效 世卫组织周日表示 疫情爆发和应对措施伴随而来的是 大量信息爆炸 信息过多准确及不准确的信息参查 这让人们在需要的时候 很难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和获得可靠的指导 报告称 联合国卫生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每天24小时工作 以确定可能危害公众健康的最普遍的谣言 例如错误的预防措施或治疗方法 谭德塞还重申了将病毒爆发 归类为全球紧急事件的决定 称此举是由于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增加 并担心病毒可能会对弱势发展 中国家卫生系统产生重大影响 谭德塞说最近爆发的新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等疫情 显示了二元应急系统的缺陷 称其限制性太大 过于简单 而且不符合目的 他说我们有绿灯红灯 但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 他还说世卫组织正在考虑采取中等警戒级别的措施 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正在召开为期六天的会议 计划于周二召开一次关于该病毒的特别技术会议 美国说武汉病毒危机前所未有 美国呼吸疾病中心主任星期一说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危机具有爆炸性 而且前所未有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尼尔说 美国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因接触密切而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他说这种全球性致命危机具有爆炸性 而且前所未有 可能演变成一种流行性疾病 美国的目标是减缓这种病毒传入美国的速度 美国官员星期一2月3日证实 美国已经出现至少11例确诊的中国武汉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新增的3例都出现在加州 加上此前加州几个地方出现的这种病例 该州目前这种病毒感染病例高达6例 占美国全国目前总计11例的一半多 美索尼尔还说 目前当局的目标是延缓这种病毒进入美国的速度 为此全美各地11个机场已经实施严密的入境检疫隔离措施 截至星期一 全球感染武汉新冠状病毒的人数为17300人 中国说361人死于这种病毒感染 中国境外这种病毒感染的死亡病例 目前仅为一例 死者位于菲律宾 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消息 谈到了美国的流感 全球在为新病毒烦恼时 美国流感已经死了1万人 当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世界各国领导人 急忙关闭边境以保护公民免受流感爆发的影响时 到目前为止 流感已经在美国悄然夺去了1万人的生命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 美国至少有1900万人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 其中18万人最终住进了医院 医生们说 始于9月可能要持续到5月的流感季节 目前正处于高峰期 对美国人健康的威胁比新的冠状病毒更大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于12月31日首次在中国武汉出现 截至周一上午已经导致了约14000人患病 362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在中国 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流行病学家 Jennifer Light博士在谈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时说 这确实是一种基于媒体和对新事物的恐惧 实际上人们可以采取措施 保护自己免受流感的侵袭 这种流感在美国非常普遍 已经造成1万人死亡 然而事实证明冠状病毒的爆发比流感更加致命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说法 到目前为止 大约2%的感染者已经死亡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对2019到2020年流感季节的估计 美国的流感死亡率为0.095%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计本季度最终将有2100万人感染流感 与季节性流感或其他疾病的死亡率相比 2%的病例死亡率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情况项目执行主任 麦克瑞安博士周三告诉记者 一个相对温和的病毒 如果很多人感染也可以造成很大的损害 他补充说这就是目前的问题所在 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 尽管一些卫生保健专业人士和分析家认为 冠状病毒病例的数量要高得多 这意味着死亡率会降低 我认为我们会发现死亡率会更低 莱特说病情轻微或无症状的人数 很可能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 莱特补充说 这可能最终堪比一个严重的流感季节 病原体专家希拉马德达博士告诉CNBC 如果真的是这样 对病毒的死亡率来说是个好兆头 他指出如果有10万个病例只有362人死亡 而不是1万个病例362人死亡 那么死亡率就会大大降低 如果我们说超过10万个病例 那么疾病的整体严重程度就会下降 他说美国公众面临的风险很低 马德达博士说 尽管这仍然非常令人担忧 莱特强调 目前公众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流感上 这个季节流感对儿童的影响尤其严重 他敦促人们注射流感疫苗 如果他们还没有注射的话 注意良好的卫生习惯 如果他们靠近生病的人 他说你要站在三英尺远的地方 看下面的报道 美国加大力度抗病拨款1.36亿美元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周日通知国会 他可能需要拨款1.36亿美元 以帮助对抗快速发展的冠状病毒流行病 这是白宫近日加大应对力度的新信号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发出此通知之际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迅速消耗了1.05亿美元 用于应急公共卫生应对冠状病毒等疾病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周一证实 这笔追加资金将满足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防备和响应助理部长办公室 以及全球事务办公室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这笔钱中约有7500万美元可用于CDC 5200万美元可用于ASPR 800万美元可用于全球事务办公室 这种悄无声息但积极主动的获取更多资金的努力 反映了白宫近日对冠状病毒爆发的反应 鉴于这种冠状病毒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传播速度之快 川普政府一直试图淡化公众面临的风险 同时在幕后支持政府的应对措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简讯 北京坦诚严重人传人 家人同事都是原 新型冠状病毒蔓延 武汉肺炎传染力强在天佐证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北京市政府官员周一下午针对武汉肺炎疫情召开记者会时坦诚 全市目前已发现41宗群聚感染案例 涉及124名确诊病例 占北京目前所有确诊病例212人的半数 形势比较严峻 同时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出现院内感染 地点是心脏内科的重症监护病房 确诊者共有9人 其中5人是医护人员 4人是住院的病患 北京市政府举行武汉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记者会 出席的北京卫生单位官员在会中做上述表示 根据官方资料至2日深夜12时指 北京全市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达212人 其中死亡1人 危重11人 出院12人 确诊者年龄最小的只有9个月 最高龄的为89岁 至于行政区分部 大专院校邻里的海淀区42人最多 朝阳区31人居次 大兴区28人 西城区26人 外地人员19人 属远郊的平谷密云两区则尚无病例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贺雄表示 目前全市的群聚感染案例有41起 涉及确诊病例124人 占所有确诊病例的50%以上 而聚集性活动是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 使防止群聚感染成为北京市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 贺雄指出 武汉肺炎在北京市发生群聚感染的主要原因 是家庭成员或同事中有湖北等地接触时 在病例确诊前有所接触 或是因为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而发病 至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的疫情 根据报道 官方初步调查认为 与个别医务人员受感染有关 但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武汉计划再改建三间医院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计划 在汉江区、武昌区及东湖区 兴建用于接收新型肺炎患者的方舱医院 其中一间计划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 预计会有1000张床位 武汉火神山医院已经开始收治患者 另一间雷神山医院仍在建造 合计有2600张病床 接下来我们看一则杭州的报道 杭州免费派口罩 每人10天有5个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引发口罩荒 香港人感叹一兆难求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浙江杭州则宣布 向民众免费派发口罩 10天领一次每次领5个 此举旨在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解决民众买口罩难的问题 口罩荒之际杭州市2月1日 举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六次新闻发布会 公布上述消息 为避免人群过度聚集 防止可能的交叉感染风险 自2月1日下午7点半起 临时启用杭州医疗保障局 微信公众号预约登记系统 确实急需的市民 预约登记后凭身份证 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药店领取 口罩数量预计有限 因此每次限领5个 10天内每人限领一次 也就是说10天可以享用5个福利口罩 口罩问题下一步怎么解决 杭州市将是疫情的防控进展情况 以及口罩供应情况 适时调整口罩预约登记发放工作 令系上海市近期也将贴出公告 发微信引导市民登记领口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